我这次没有翻车 谢谢大家的礼物 谢谢半夏末 我之后呢 这个后面 后面几天我是想 就是 你们可以给我推荐一点 就是比如说像避暑一点的城市吗 我是想就是 比如说又可以给你们播户外 然后呢 但是呢不能太热的地方 然后我是想跟你们 就是边走边唱嘛 不是之前都说好嘛 就去到比如说你的城市 或者是你喜欢的城市 或者你觉得哪个城市好 或者是旅游的景点 我去那里边走边唱这样 这样呢又是一个类似旅游的节目 然后呢又能给你们唱的歌 成德避暑山庄 是那个河北成德是吗 我有一个大学的闺蜜 就就是在成德 他说真的是超凉快的 你们可以给我推荐哦 真的你们可以微博评论给我 我会看到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摩 谢芬芬天才 厦门太热了吧 广州 广州好热 因为在上海 我是由衷地感觉到 就是热的话 真的会让手机他等一会儿 播一会儿他就自动说 那个手机过热了 然后就会自动关闭那个软件 深圳确定不是去晒成鱼竿 确实 太热了 就在沟 西藏兄弟 北京别带来 北京很热是吗 北京有多少度啊 现在北京多少度啊 所以就是像相对于冬天 我觉得应该户外直播 应该会好一点 我觉得想想很美好啊 比如还有去海边 但现在海边可能会很热 在海边给你们唱歌 或者去国外都可以啊 比如说国外我想象 想象的是 但是要有网的情况下 在国外的一种 抑郁风情上面 给你们边走边唱 多么的美好 给你们介绍 看这美丽的风景 然后你们也配合这个美丽的风景 我们来唱一首歌吧 是不是美滋滋啊 想想都美滋滋呢 是不是 布里诺斯爱丽丝是什么 我都听不懂 我是个没有出国国的人 谢谢鲤鱼末路 济南 现在北方会不会有 现在的话北方会不会两块一点呢 二十几度的地方还有吗 二十几度 移动WiFi 可以租移动WiFi的吗 国外 我没有